另一方面也要来看到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何友宜 今天一整天都是在云林参访 不过先前曾经公开力挺郭台铭的前县长张荣卫 刚好在今天外地有行程 所以何友宜这回来到云林 两个人依旧没有见到面 不过张荣卫也派出了自己的包妹 现任县长张立善来尽地主之宜 一大早特别安排了不公开的早餐会 而下午何友宜来到云林北港朝天宫参拜时 也是由张立善全程陪同 拿出红包袋和笔跟侯友宜要签名 看到本人民众脸上兴奋两个字藏不住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到云林北港朝天宫参拜 云林县长张立善全程陪同 拉台的很用力要请乡亲帮忙力挺 张立善一大早还请侯友宜到官邸吃早餐 不过张立善的哥哥前县长张荣卫 就算日前侯伴执行长金普聪特地南萨拜访 张荣卫依旧在镜头前公开支持郭台铭 而且这回侯友宜来没见到面又扑空了 张荣卫依旧现场是另有行程 对对对 放下个人的意见要以大局为重 每一个意见领袖我们都常常 不管用任何形式我们都会做好 大家彼此有共同一个信念方向 今天我的行程我见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国民党内申于欲来 传出贵台名访美结束后 回台可能宣布独立参选 现在有党内人士透露 挺郭的议长告诉郭董 如果他决定独立参选 大家是不可能再陪着一起玩下去 因为不可能赢 我相信我们这些议长们 都是有一个决心 就是希望能够政党轮替 杀卡都西卡都 那就是让民进党躺着选 让赖清德躺着当选 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警觉 也大家有这样的决心 虽然不想让对手太好过 但郭董的每一步 都让国民党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番杨卫达郭正义 云林桑报导